上回講到,鮑公斬到安樂喉旁旁, 在堂上看行影的百姓, 個個稱讚鮑青天, 執法如山,鐵面無屍, 這樣就已經斬到安樂喉了, 大家就想著現在可以退堂翻扯, 誰知鮑公喝了聲, 緩與營, 然後,王朝馬漢將龍朝虎四腳, 前後左右護衛著, 抬出一把舊頭閘刀上來, 在堂上觀看行刑的百姓, 個個都定在那裡, 咦,還要殺的? 鮑公一聲令下, 那漢福, 那個漢福剛才看鮑公用龍頭閘斬了安樂喉, 現在又抬出一把狗頭閘出來, 心已經啵啵啵跳了, 忽然聽到鮑公喊, 那漢福, 當堂腳都軟了, 鮑公說話未講完, 早就站住了漢福身邊幾個牙翼, 一下子就將漢福綁越, 漢福大聲喊, 小人無罪, 不怪小人事的, 鮑公一拍京堂目, 哼, 你個狗奴才, 刑賊作夫, 日心為龐玉江走狗, 謀殺陰差, 反觀朝廷, 事情敗路又搖身一變, 想討好本國, 無恥之徒, 流來賀勇, 行刑, 王朝大喊一聲, 斬, 鋼刀起雪, 人頭落地, 接著又有牙翼來報, 陳舟太秀長遠, 知道自己罪大惡極, 已畏罪自殺身亡, 鮑公聽完就冷笑一聲, 哼哼, 便宜了這個家伙, 本來鮑公早已經準備了那把斧頭雜力殺他的, 現在他自己自殺, 那把斧頭雜就少了是士刀, 這樣鮑公斬, 安樂侯旁動, 真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 這個叫做鮑青天鐵面絲刑法, 安樂侯初是龍頭雜, 舊時, 也有個俗話, 叫做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講人講, 你別說得罪皇帝, 就算得罪朝中權貴, 得罪上司, 便勢必危及自己那頂烏紗帽, 影響自己前程, 有幾個做官的人, 真是撿得這麼正來做啊! 鮑公呢, 能將個人得失自知, 到外主持正義, 不畏強暴, 不信私情, 講到做到, 哈哈, 確實難得, 難得啊! 這位鮑青天, 斬完龐玉和韓福之後, 就吩咐帶田喜元上堂, 叫他馬上去西路尼古鎮接返金玉線, 又對他說, 老仆人田中, 不畏奸險替主明冤, 今後要好好對待他, 至於被龐玉搶走的田地金銀財寶, 統統退還給田喜元, 又吩咐十個上京告狀的父老上堂, 說給他們聽, 叫國人先將親人帶回家, 本國, 即刻就會將皇上發放的賃災、 糧款, 拿來救濟大家, 那群受害的百姓, 凡天喜地離開, 包公退堂回到書房, 就吩咐公孫賊, 即刻寫的周節, 將今日的情詞、公葬附在一起, 上報天子, 又叫民書張貼報告稽查戶口, 發放賃災糧款, 一下子, 將死氣沉沉的陳舟, 搞到萬民歡欣生機勃勃, 包公就繼續留在陳舟, 發放糧款, 還懲處了一批貪官污吏, 過了半個月, 聖子來了, 皇上對包公陳舟察長斬安樂侯這件事, 並無責怪, 反而十分家長, 還要包公就地選派一個人, 來擔任陳舟太秀, 代替那個掉頸死了的長員, 那包公那幫手下呢? 自從包公斬安樂侯之後, 哎呀, 個個提心吊膽, 不知道皇帝會怎樣的嘛, 現在皇帝聖子來了, 整班人先放下心中石塊, 圍到那個公孫賊就心水清, 他一面派人拿奏接上京, 另外又派了個心腹, 在京城打聽太師的動靜, 果然, 過了幾天, 公孫賊的親信回來密報, 包公斬安樂侯, 京城十分震動, 太師知道包公斬了自己的兒子, 又傷心又生氣, 咬牙切齒, 又一定要為兒子來報仇, 此前這個老奸巨惑的太師呢, 他不動聲色, 表面就對皇帝, 承認自己教子不嫌, 罪有應答, 就是這樣啊, 皇帝見了太師沒有責怪包公, 才放心寫了幾個字, 說包公秉公無私所辦甚事, 那太師真是想著, 包公見到皇上家長, 一定會盡快回京城了, 所以太師時不時入宮見的女兒, 要皇后告枕頭葬, 又召集黨羽爪牙相宇, 等包公回京城之後, 無必要想辦法剷除包公, 公孫賊就立即進去報給包公聽, 要包公小心提防, 其實包公也心中了了, 明知太師一定不會放過自己的了, 唉,好一個包公, 他早已將個人生死置之道外了, 他想到, 如果回到京城, 一定難逃太師獨守, 倒不如趁現在, 自己正在做陰差大臣, 大權在握, 就去各地人訪查辦案, 多為老百姓做幾件好事, 多斬幾個害人寵, 亦一展自己空中抱負, 所以包公在陳州辦完查障, 他亦不回京城, 到處去巡查, 包公繼續巡查, 就查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出來了, 什麼這麼大件事呢? 別急著, 聽下去就知道了, 那天, 包公又出去了巡查, 路過郊外, 包公坐在腳上面, 忽然力力力力, 原來抬腳那兩枝腳桿, 裂了,幾乎要斷了, 包公只好下腳, 包公快些拿匹馬來, 包公覺得有點累, 就吩咐包公, 去附近找地方官員來, 自己就在路邊樹林去休息一下, 一陣間, 地堡就跪在地上, 小人范宗華, 拜見陰差大人, 包公就望了眼, 這個范宗華年紀不過三十歲左右, 臉色紅薄薄, 鴨膏傷腹腳, 拿著一支棍, 看他的樣子跑得多下力, 包公就問, 這裏是什麽地方, 啟稟亞人, 這裏叫草州橋, 不過這裏, 又沒有草又沒有橋, 又不知為何會叫草州橋, 我在這裏住了這麽久, 都不知為何, 爆興見到他一卵嘴, 又喝了他, 喂, 不是說這麽多, 問你什麽就答什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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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一向多嘴, 爆公又問, 這裏附近, 有什麽大間客棧門, 是, 你不是說客棧, 這裏, 茶寮都沒有間, 你在這裏懷出入要道, 這裏又不是虛鎮, 又不是碼頭, 很偏僻的, 沒有人在這裏下腳, 那些人路過, 在前面那站, 在後面那站停的, 沒有人在這裏停的, 你哪裏找客棧, 爆興見到他又在這裏胡亂說, 又喝著腳, 喂, 你說沒有客棧就夠了, 你說那麼多做什麽呢? 爆公又用馬鞭指著前面問, 那裏那麽大間的房屋是什麽地方? 哦, 那間? 那間是天齊廟, 這間廟很大間, 裏面有菩薩殿老爺殿娘娘殿, 在什麽都齊存, 旁邊還有一間土地池, 有個老道人在看守, 不過這間廟大大也沒什麽用, 沒什麽人來往, 沒什麽香果銀收入, 在天齊廟做道士, 沒什麽游水佬的, 不餓吃也算好笑的, 爆興又喝著腳, 喂, 都叫你別說那麼多了, 誰問你這些東西呢? 爆公就吩咐, 打道天齊廟? 爆興就快點騎馬走快兩步去, 去到那裏找著個看廟的老道士, 爆興就對他說, 陰差大人路過此地, 一陣間呢, 你招呼大人燒香, 你就立刻避開, 不用你們招呼茶水了, 大人最愛清淨的, 等他休息一下, 你們不要打擾他。 剛剛吩咐完, 爆公就到了, 入了廟, 李財就在西殿, 擺好桌椅等包公休息, 包公先來到正殿, 老道士已經準備好香足, 包公延香拜神以後, 就回到西殿, 包興就打了個顏色, 老道士馬上離開, 西殿只剩包公自己坐著休息, 包興在旁邊侍候, 其他雅翼侍候, 統統留在廟外邊, 包公又吩咐, 將個地保范中華帶進來, 包興出去見個范中華蹲在地上休息, 包興就叫他過來, 喂, 我們大人, 見到你做事多賣力, 想有些事要問你, 不過你這個人要識趣些, 別那麼多嘴, 他問你什麼, 你就回答什麼, 就是了, 你一嘆嘴這麼說, 說到人家心都煩了, 是呀, 大老爺, 那時候我小時候, 我媽都說我多嘴, 我就是怕大老爺不懂, 故事我講白一點給他知道, 誰知我一講開就不收得住口, 其實我這份差事都很難做, 有些官察來問我, 又說我講不清楚, 我現在想講清楚一點, 又嫌我多嘴, 大老爺, 你進去跟我說一句好話, 千萬不要責戒我, 爆興他又很生氣, 又好笑, 這也是的, 地埔, 非官非理, 又不入流的, 特別在偏僻農村的地方, 沒有什麼游水撈的嘛, 就是靠大家, 每壺夾幾斤米給他, 讓他來做跑腿, 有什麼官差經過, 要來收糧收稅, 他就出面來事後, 這種人未見過世面, 哎呀, 你怪得他這麼多嘛, 爆興又見到這個范中華雖然多嘴, 但是為人還是慳厚老實, 非是花言, 巧語之痕, 所以爆興就笑了, 哎呀, 誰責怪你呀, 我不過提醒你, 一會兒進去見到大人, 別說這麼多話了, 行行行行行, 爆興就帶著范中華入西殿, 爆公就問, 這裏附近有沒有人家呢, 嘿嘿, 大老爺, 這裏東邊是榆樹林, 西邊是黃土江, 南邊是通大路, 北邊有破搖, 合起來有幾十戶人家, 不過多數都是窮到窮的, 包公聽完就吩咐, 在西殿長廊那裏設置公堂, 叫爆興拿個高腳牌, 牌上面寫著放高兩個大字, 叫范中華托著高腳牌, 通知各家各戶, 有什麼冤枉之事, 去來天齊廟告狀申願, 范中華就托著高腳牌, 先去到余樹林那邊, 見到張家就問, 張大哥, 你打不打官司呀? 那個人大聲罵那個大吉利士, 無端白事打官司, 走呀走呀走呀, 去到李家又問, 李大嫂, 你家有沒有冤枉呀? 我猜猜猜猜猜過你呀, 我一家人耕田來找兩餐, 有什麼冤枉呀? 你還不走開? 問著有些不好老闆的, 還追著來罵, 你這個壞人, 你做地保, 你這麼黑心, 想我們打官司, 從中撈游泳, 打斷你的腳? 什麼呀? 何時見過有人上門來打官司呀? 范中華呢, 到處捱鬧, 又去到西邊黃土江, 逐家地問, 一樣被人趕, 知道這個范中華為人老實, 大老爺叫做呀, 不必問齊為止呀, 想到北邊, 破窯那邊, 還有幾戶人家住呀, 范中華就不慈勞虎, 滿頭大汗托著個牌, 來到破窯那地方大聲喊, 喂, 大家聽著呀, 包大人呀, 現在天齊廟, 有誰有冤枉呀, 就去申冤告狀, 跟著我來呀, 說話未講完, 人應, 我有冤枉, 帶我去? 范中華一看, 哎呀, 阿婆, 我以為是誰, 你呀? 哎呀, 你呀, 別人打什麼官司呀, 你又老又盲著這麼久了, 你老人家有什麼冤枉呀, 打官司呀, 你以為是開玩笑嗎? 阿婆, 你想告誰呀? 那白爺婆便雙眼落淚, 我, 我兒子不孝, 我要告我兒子, 范中華一聽便笑了上來, 阿婆, 哎呀, 你真是呀, 你是不是有點不舒服, 亂說呀, 我又不是外人, 那麽多年呀, 我都未聽你講過, 說你有兒子的, 為什麽現在說要告個兒子呢? 阿華, 你不知道那麽多東西的啦, 我這個兒子, 非要個好官, 不能判斷的, 唉, 我聽人講過包公, 善於判斷陰陽, 是個好官來的, 我一直等著有今日, 現在上天開眼, 他經過這裏, 機緣難得呀, 阿華, 你快點帶過去見包公, 錯過這次, 又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范中華見阿婆那麽認真, 又雙眼流著眼淚, 范中華就說, 那麽那麽好了阿婆, 我帶你去那麽, 那麽你拿著這條軍, 那麽跟著我去咯, 一邊走, 范中華你一邊釘竹, 阿婆呀, 一陣間呀, 見到那個包公呢, 我輕輕地拉一下這條軍, 那麽你就好跪下叩頭咯, 記住呀, 要不然連我都不得了咯, 行了行了, 你快點走吧, 范中華就拖著阿婆來到天齊廟, 進去報給包卿聽, 一陣間, 包公就吩咐帶人上堂, 那個范中華呢, 就把那些軍隊給阿婆, 一人拿著頭就帶阿婆進去, 包公已經正襟危坐在等著, 啊, 范中華一看包公的樣子, 個面霧出出, 雙眼好像閃電那樣, 范中華就怕了, 快點拉那條軍啊, 怎知阿婆動篤站在那裡, 動都不動, 范中華就急了, 一連拉了幾下, 哈, 阿婆乾脆放了手, 啊, 范中華就怕包公宅怪, 一彎中的軍人都動地下, 阿婆, 阿婆啊, 快點跪下啊, 跪下啊, 怎知那個盲婆呢, 靈一靈頭, 然後對包公說, 大人, 請左右迴避, 我有說話要講。 包公有些奇怪, 望眼前面這個老夫人, 二三藍樓, 形容潮水, 雙目失明, 還看得出, 他讓子山十分莊重, 神太宿目, 咦, 鄉下人, 為什麼又這麼大氣派, 見官都不貴, 又無敵了京方神太, 還說要左右迴避, 他到底有什麼這麼大冤情呢? 包公就吩咐左右暫且退下, 只是剩下個包卿站在旁邊, 包公就問, 現在左右無人, 來入什麼冤情, 如實訴訟。 那個女人, 當時淚如雨下, 哎呀, 包卿呀, 撫殺哀家了。 一句說話, 包公黑臉當堂變成黃臉, 包卿飄了一身冷汗, 哎呀, 包卿天審案, 居然審出個愛家禮, 這回怎麼辦? 到時皇帝稱自己為寡人, 皇后就稱自己為愛家, 現在站在面前這個女人, 自認為愛家, 喂喂喂喂喂, 這是什麼皇后呢? 只聽了這個老夫人, 一邊哭, 一邊將往事說出來, 這個盲婆, 我, 不知別人, 正是當年傾國傾城, 端莊賢淑的玉神公李貴妃, 這個女人就是受盡折磨, 當禁天子的生身母李娘娘。 這件事真是說來話長, 當初, 那劉貴妃, 彌貓換太子陷害李娘娘, 將李娘娘打入冷宮, 後來還要殺害李娘娘。 好在冷宮太監如宗, 自殺來代替娘娘一死, 冷宮的總管秦鳳, 就將娘娘頂替如宗, 抬出冷宮, 然後派親信, 將李娘娘送回陳舟鄉下, 就當她是生身母親, 這樣來對待。 那時候, 范宗華的老爸就叫做范姓, 就在秦鳳做集公, 這個范姓為人老實勤狠, 至家境十分困難, 老婆死了, 就剩下小子范宗華, 啊, 娘娘呢, 就好心腸, 時時就被些銀兩周祭她, 那個范姓呢, 一直受娘娘的恩惠, 心中十分感激, 她就只知道這個婦人, 是秦總管的親戚, 就不知道她是皇后來的嘛。 後來呢, 總管秦鳳呢, 就被個國懷用火燒死了, 秦夫人跟著就死了, 那位李娘娘, 因為日夜思念的兒子, 就哭到雙眼瞎了, 那秦鳳兩夫妻過身了, 正是人在,人情在, 人亡糕情絕, 那秦家自從秦鳳死了, 家境變得很艱難, 這個女人又盲, 要人服侍的, 那自然免不了閒話多多, 李娘娘無辦法, 只好離開秦家, 那無依無靠去哪好呢? 難得那個范姓, 因為受過娘娘恩典, 一心要幫她, 就想留李娘娘在家裡住, 李娘娘就硬不肯, 范姓就在破搖那個地方, 找一個搖洞給娘娘住, 娘娘只好靠行黑來到道日, 多得個范姓, 時時拿米來照顧娘娘, 又叫兒子范姓說, 三頭兩日, 就是貪娘娘, 後來范姓得個病病死, 死之前就祝福兒子, 住在破搖這個伯爺婆, 是個有來歷之人來的, 當初秦總管說他親戚, 派專人送他回鄉下, 秦總管再三交代, 要當他是娘親那樣對待, 那個白爺婆又長年周濟我們, 靠他周濟我才能夠養大你, 你要報答人家的恩典, 今後你要多多照顧他, 我范宗華是個孝順仔, 將你娘娘當作親人來對待, 她怎知道這個黑色的盲婆, 原來是當今國武來的, 包公聽完娘娘說出自己的身世, 只覺得心驚膽跳, 六臣無尊, 滿順半兒, 把握不頂, 包公就站起來說, 話雖如此, 不知有何憑證呢, 那個盲婆在身上, 拿了一包東西出來, 那個包服皮都已經陳舊不堪了, 包兄就上前接過來陳給包公, 包公就解開一塊布, 看到裡面用油紙包著的, 哎呀, 拆完一張, 又一張千層萬果, 拆開了油紙, 看到一個黃色的醜段小包裹, 打開來一看, 裡面金橙橙, 一顆黃金整的金丸, 上面刻著玉神功尼飛, 這顆金丸呀, 就是當年真宗皇帝送給玉貴妃, 鎮壓天九星凡決的寶物來的嘛, 包公看完, 立刻細心包玩好, 叫包兄交溫給娘娘, 包兄就到娘娘面前雙膝下跪, 上個包服雙手舉過頭交溫給娘娘, 接著包公就離開座位, 雙手拿起娘娘拿著那支棍, 就帶娘娘坐在主位, 包公相室下跪, 神包請參拜娘娘, 慶家平身, 唉, 愛家天大的冤枉, 就靠包兄你來伸說, 娘娘放心, 神當盡心, 神當盡心, 血力為娘娘甚遠。 包公說是這麼說, 是這件案非同小可, 原告是皇帝的娘娘, 被告是當今的皇帝, 娘親告過兒子, 說兒子不孝順, 兇手呢, 是現在仁壽公的皇太后劉娘娘。 這樣的案, 就算你包公, 如何正直無私, 如何機智過癮, 少少一個開封府, 如何判案好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上回講到, 包公聽完李娘娘的告狀, 嚇到六神無主, 心驚膽跳, 臉色立王。 奇怪啊, 包公出名膽大包天的, 連當朝太師的兒子安樂喉, 他都敢先斬後奏, 爲什麽現在怕得這麽緊要呢? 唉呀, 難為他呀。 告狀呢, 是皇帝的娘親, 被告是當今皇上, 兇手呢, 是現在的國母, 劉太后, 那你叫少少一個開封府, 包龍徒, 如何判案呢? 好, 一個包公, 他想了一陣, 他就對娘娘說, 這裏耳目眾多, 怕洩露天璣反為不美, 神有無媚之意, 不敢啟咒。 聽家有什麽想法, 不妨直講啊。 娘娘現在不能夠反陳舟, 暫時也未能夠入宮, 神就想與娘娘暫時認為, 為母子, 以掩人耳目, 帶娘娘分開封府, 以後再作計議, 未知娘娘以下如何呢? 娘娘聽到這樣說, 好, 就是這樣, 一妻任憑孩兒主張在哪。 包公立刻叩頭謝恩, 就吩咐包兄, 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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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兄立刻出去, 去到大門外, 只見遠觀大人騎著匹馬, 帶著一群隨從, 指著樊宗華罵, 豈有此理! 任差大人來了這裏, 你怎麽不早點來品報給本縣, 你該當何罪? 樊宗華滿吐委屈, 說, 任差大人來問長問短問那樣問這樣, 又派小人托高腳牌去放高, 我已經直到吸氣都未停過, 我哪裏有辦法抽身去品報給大老爺知道才行的。 那個遠觀一稱, 哎呀, 你還膽敢頂罪? 我不是頂罪, 只是大人你責怪小人不去品報, 我講清楚不關我的事, 你是陰差大人不派我做的, 你不信你自己又去問陰差大人。 那個遠觀是平日惡慣的, 罵錯人都是弄定你自己當壞, 哪裏又說遠觀大老爺錯的。 見到樊宗華那麼嘴硬, 他就渴了一聲, 人類, 將你這個狗奴才綁出來打他二十大板, 讓他知道你離開。 剛剛這時候包卿出來了, 大聲渴著, 慢著, 老爺, 你自己來遲了, 反而偉過於人責怪他做什麼, 他是陰差大人親自派遣的, 好在我出來做一步, 如果你打他, 任差大人知道, 派你擔戴不起了。 那個遠觀嚇到臉都青買, 走到包卿面前打工作用, 下官一時不知, 裘老兄在大人面前多多包涵。 包卿現在有急事要辦, 亦不跟他計較, 就對遠觀說, 算了, 大人吩咐, 叫你立即準備一台新繳, 一套老夫人穿的尚好衣服, 和甘差的首飾, 還要找兩個凌厲的丫鬟來侍候老夫人, 另外你立即在遠城準備一間闊落的公館, 要分裏外兩層的, 一共用多少銀兩, 你一一計算清楚, 大人回到京城, 即刻還給你, 那遠觀一臉額頭額露, 得得得, 包卿一眼就看見范中華, 還老老實實跪在地上, 包卿走到扶他起來, 喂喂喂, 你還跪在這裏做什麼呀, 你還不知道呀, 你帶回來那個白爺婆呀, 你以為是什麼人來的, 是甘差大人的母親來的, 現在他母子相應, 包大人要帶他回京城, 那包老太太說你平日對他好呀, 你又無家無失, 無牽無掛的, 他要帶你去京城呀, 范中華一聽, 歡迎你到整個跳出, 哎呀哎呀, 阿婆的官司打贏了, 現在他的兒子認屈老母啦, 這個, 就真是善有善寶, 難得范中華父子, 一直都沒有嫌棄娘娘貧窮, 照顧了他這麼久, 這回范中華就讓眉吐氣了, 包卿跟著吩咐了院官, 包大人要把范中華帶回京城, 要個沿途侍候老太太, 他現在的身打扮不像樣呀, 你不如帶他回院城, 換個一套光鮮的衣服給他, 另外他那份地保的差事, 你找個別人做好了, 一陣間呢, 老太太用的衣服手飾, 和那頂繳兩個丫鬟, 就交由范中華帶來, 你不必來了, 遠官一連應了幾句, 下官即辦,下官即辦, 帶著范中華飛快回院城, 包卿進去稟布給包公, 包公就吩咐人, 將廟內那間雲常小院打掃乾淨, 等娘娘在裏面休息, 過了一陣, 范中華帶著遠太太, 拿來那套老夫人用的衣服和手飾, 和兩個丫鬟來到了, 哈哈, 真是人要衣裝, 佛要禁賞, 范中華換了一套光鮮的衣服, 整個不同了, 剛才嬤嬤嬤嬤嬤嬤嬤, 整個集差各之一樣, 現在,哈哈, 大管家 papa… 當然呀! Joette原刊老爺剛才叫做范中華外, 現在知道他服侍陰妻大人的母親, azuje because he's the time Stan, fuera 特意弄一套十分干净得体的衣服给范中华穿 包公就吩咐范中华 要小心服侍老人家 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多嘴 范中华也是个明白人 知道破窑黑食个盲婆 原来是阴差大人的母亲 还敢那么随便吗 那晚 李娘娘就住在云祥小院 沐浴更衣在那里休息 包公安指控娘娘 立刻就写了一封密信 吩咐包庆收藏好 连夜飞马回京城 在三定速包庆 一直要小心 那晚李娘娘住在云祥小院 包公就住在西殿 第二天一早 包公就赶回院成公馆 李娘娘就由两个丫鬟服侍坐轿 包公就派四个牙翼在前边开路 阮官也派四个兵丁来护送 包公和范中华就跟着尾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 一直回到阮城 那包公在天齐庙 都认母亲这件大事 门得过别人 只门不过各位足智多谋的公孙财 奇怪了 包公的母亲怎么会流落此地呢 既然母子相应共聚天论 应该好欢喜才对啊 为什么包公神色苍黄心事重重 又见到包公漏夜叫包兄带密信去惊醒 为什么这么机密呢 这个妇人是什么人来的呢 我任你公孙财再聪明绝世 任你猜你都猜不到 这个是皇帝的母亲来的嘛 公孙财就知道 事关重大亦不敢多问 只是门心中是啦 今天再讲包兄 拿着密信连夜赶到开封府 立即入内府求见夫人 包公斩安落后 早已经轰动京城了 包公的夫人李氏 整日提心吊胆 怕着太师旁吉报仇 担心包公在路上安危的嘛 听到包兄一个人回来 以为出了什么事 吓得几乎不懂得说话 立即叫丫鬟带包兄进来 怎样怎样 老爷怎样 启品夫人 老爷身体平安 打发小人送封家书回来 夫人先放下心中一块石头 接过书信 见到上边写着平安意志 拆开信封 里面又有个细细的信封 封得实了 上边写着夫人密启 夫人李氏就在头上拔一支金钗 跳开信封打开来看 上边就写着在陈州 认到太后李娘娘的事 还说暂时假认作母子 叫李夫人立即将佛堂打掃干净 准备李娘娘住宿 今后以婆媳之礼来相见 以遮掩众人以母 不论志爱亲友 千万千万米走漏消息 事关重大要十分谨慎行事 后面你还专门写一字 汉后赴炳 炳就是甲月炳丁的炳字 旧时人们用炳字来代替火字的 符炳 就是用火烧了那封信 不就留痕迹 夫人看完那封信 就问包卿 还回不回包工那里 包卿就说老爷吩咐 小人送完信 立即赶回见老爷 好 那你就对老爷说 你说我就照他吩咐 什么都办妥了 叫他不必挂念 我不方便回信了 夫人又吩咐丫鬟 拿二十两元来打上包卿 临走又千足复万足复 要包卿沿路小心提防多多照顾老爷 顺便又要他说声理财听 叫理财小心事后老爷千万不要偷懒 包卿慈别夫人就准备翻车 开封府仲官差衙役 平日和包卿都很夹得迈 就一起请包卿吃完饭再走 包卿有意将包公的陈州 认母亲的事说出来 等大家有个底 到时娘娘回来 人家就太过突然 包卿乘机就问到 庞泰斯有什么动静 大家都说现在就没见到有什么 不过这个老奸巨华之人 一定不会放过包大人 千万要包大人小心提防 包卿赶要翻车 就应酬了几句 就离开开封府 飞马赶回回包公 这边开封府理事夫人 就照触包公的吩咐 一切准备妥当 每日在等候娘娘家到 那天 亲手扶娘娘落脚 跟着就沟头 不孝式扶包拯之妻 李氏拜见娘亲 李娘娘就伸手拉着李氏 起床起床啦 夫人就扶着李娘娘入佛堂休息 就叫了丫鬟出外面 然后关门 只剩下娘娘和李氏夫人 李氏夫人就跪下行礼 臣妾李氏 愿娘娘千岁千千岁 李娘娘就快点伸手扶起李氏 哎呀 孩儿 千万不可如此呀 以后就以婆色相清 不要拘离礼法呀 万一涉路风声反为不美呀 何况 哀家姓李 你也是姓李 我们两个就当是母女好了 你也是我个女儿呀 李氏夫人一连忙借恩 娘娘又将当初遇害的情友 说给夫人听 说到伤心之处 不觉又哭了 李氏夫人在旁边也觉得伤心 忽然间想起 父亲曾将全家宝 古金盘给自己做嫁妆 听父亲说 这个古金盘上有阴阳二红 用来承接露水都可以医眼病的 不如拿来给娘娘试一下 或者上天保佑 医好她的双眼呢 夫人就将古金盘的事 告诉娘娘听 说今晚想祈求上天降雨露 拿露水来给娘娘洗眼 各位李娘娘听都敢说 我心想 唉 这个真是很有言得的夫人 她见到我伤心 就拿些说话来安慰我 唉 人都已经瞎了 还怎会开眼复明呢 只有不想伤她一番好意 娘娘就答应 好啊好啊 那就拿来试一下了 李氏夫人那晚 就吩咐丫鬟 将古金盘搬出花园放在桌上 李氏夫人就焚香土告 求上天降金路 医好娘娘相限 到第二早 古金盘呢 就真的装到一些多露水在那儿 李氏夫人就捧着那盘回来 娘娘呢 就碰了一下露水 拿来抹在眼里 只觉得娘都入心 一会儿压过就出了一些汗 李娘娘就闭目养神 过了一阵 只觉得心花开朗 眼泪心之妙 娘娘一抹大双眼 哎呀真是黑白分明 依旧盈盈秋水 重见光明 那位李娘娘 当然十分欢喜 一手就拉着李氏夫人 哎呀全凭孩儿一片诚心 感动上瘋 二号都为娘相眼 说话没说完眼泪又流下来 李氏夫人就快点劝着她 娘亲千万别哭 以前娘亲的病就因为伤心过渡 今晚好回了 以后就要欢欢喜喜 不要再悲伤了 有些担心 只怕明天包公拜见天子 讲到斩安落后的事 不知道太师会不会疏摆皇上 怪罪下来就担当不起 到帝日包公上朝见假 将陈州茶匠的事一一就上 皇帝杀分欢喜 上次包公五爪网婆一套 上书宝带一条 四起白玉班子一角 珊瑚玉荷包一队 包公謝恩退朝之后 就翻眼开封府 翻来入去依然着身上朝见假的官服 那夫人就心知 包公一定要入内参拜娘娘 夫人就将丫鬟通通叫了出来 只是剩下娘娘在佛堂 包公一入去就跪低在地下行奔臣之礼 臣包请参见娘娘 愿娘千岁千千岁 娘娘就吩咐 是不必多礼 那以前 李娘娘只是听到包公的声 她瞎的嘛 所以见不到人 现在重见光明 就想看真一下包公的样子 只见包公山的国字口面 浓眉大眼 黑漆漆 满面生光 蝶灼灼 两眼全神 威严庄重 跪在地下都有整个人这么高 真是担心 耿耿冲消汗 黑面沉沉 真鬼神 人中皇帝真的又福了 有个这样的忠神 天娘娘又想到自己受天大的冤枉 现在面对着包公 不能以奔臣之礼相见 要认造母子 甚至心中不免又觉得悲伤 又流眼泪 唉 爱家全凡你夫妇一片忠心 以后爱家的事就全靠包卿了 包公就就想 娘娘不必担忧 微臣定当尽全力 无要秉静随间 为娘娘伸冤 你娘娘一边 抹眼泪一边 抹头 包庆辛苦了 快点出去休息一下 包公退出 夫人就进来陪娘娘 娘娘就对理事夫人说 是呀 你家老爷刚刚回来 你不用一直陪我了 你出去照顾一下她吧 说到个理事夫人脸都红了 这娘娘一尾吹速的快点走 夫人就只要出回来 入书房 见到包公在那里喝茶 夫妻两个分别多事 现在见面自然好多话说 包公就将暂安落后 在陈州破摇 李娘娘告状 暂时认造母子的事 日五一集告诉夫人听 夫妻谈了一轮 包公又要料理公务 包公就吩咐包兄 叫草州桥的瓦翼 台湾顶叫回去 那两个丫鬟翼回去了 又叫公孙策 社工书信 多谢远官 顺便问清楚 娘娘用了一套衣服首饰 一共用了多少银两 要一一清环 包公办完这件事 也觉得有点累了 就回到房间休息 到第二天 包公刚刚起床 在洗面 就听见包兄在房间 去另外一天 听见他们咤了一只 包公明时都隔着根枪 静心 二人 溟 埔公 唯 Exchange paid 那個老太監寧總管來了 包官眉頭一皺 那個寧總管跟我素毛來往 找我幹什麼 你回覆他 你就說我假裝你公事不能接見 有什麼重要的事 明天上朝 在朝房再見 包兄轉身要走 只聽得李氏夫人叫著 別走著等一等 包兄只好站著等 不知道包公兩夫妻裡面晴晴晴晴的什麼 過了一陣 包公出來吩咐包兄 請寧總管在書房坐 說我一陣就來 為什麼呢 包公最初都說不見了 忽然間又見他 都是些女人細心 那位李氏夫人 聽見南清宮 綠特王的總管來了就想到 南清宮那位迪娘娘 和李娘娘以前親如姊妹的 如果有機會 等李娘娘見到迪娘娘 那這件冤案就可以弄清了 故事李氏夫人就勸著包公 不如去見一見寧總管 看過他有什麼事 又看過有什麼機緣 能夠見到迪娘娘母 包公的想也覺得有理 所以又叫包兄請寧總管入書房 那個南清宮的寧總管 就知道包公的為人 知道他素來不肯和皇室往來 剛才還怕包公不肯接見 現在見到包兄出來請他入書房 知道這回能夠見到包公 甚中十分歡喜 滿面笑容和包兄有傾有講 入到書房 又見到陳設簡博 寧總管心中暗暗讚賞 真是名不虛善 包請果然是個清官 難得難得 坐了一會兒 包公進來了 寧總管就連忙起身行禮 包大人 王爺要我來向大人請安 大人沿途辛苦了 本來昨日我就想來的了 就怕大人勞累 所以今天才來 包公就連忙還禮 不敢不敢 多誠太傅有心 包某未能奉拜 快而先勞家心實不安 請坐請坐 包兄就奉上香茶 包公又問 台庫光臨有什麼指教呢 寧總管又笑微微說 我這次來就不是什麼官司 只因我們六合王爺素來都敬重大人 說大人終直言冷 時時時對敵娘娘提及的 敵娘娘也十分敬重大人 特別最近大人斬安落後 敵娘娘就說包大人忠心為國 不畏權奸 是真正康復社職的現神 敵娘娘經常都要我們王爺 多地向大人請教 做一個清心正直的現王 我們王爺十分想見大人 只要一直都沒有這樣的機緣 我就對王爺說 過幾天敵娘娘收臣 如果包大人能夠入王府賀首 那一來敵娘娘十分高興 二來王爺也可以和大人交往 多掌見識 故此今天我特意來見包大人送個信 包公一聽我說敵娘娘要做三日 當堂靈機一動 想到條計出來 那包公想了什麼計謀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包公聽到寧總管說 南清宮的敵娘娘做生日 要請包公入宮賀首 本來呢 包公是最討厭交結權貴的 知包公現在突然間凌機一動 他在想 那個敵娘娘呢 乃是先皇的帝府 又是他 將太子過繼入宮做了當今皇上的 還有一樣 還有一樣 滴娘娘跟那位李娘娘就很有交情 萬一如果有機緣 等李娘娘入宮見到那位滴娘娘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少了很多曲折了 包公就問寧總管 不知道娘娘娘受誕是何時呢 明天是娘娘娘賀首 後日就是生辰 包公就說 敵娘娘娘說 我理應賀首 不過 我們外官就不能面見娘娘的 現在我娘親來了 不如後日 等我娘親入宮向娘娘拜首 不知道這樣妥當不妥當呢 寧總管一聽 哦 老太夫人來了 哎呀這樣就更好了 我回去周明娘娘 大人 先提我向老夫人請安 後日我在宮中接待老人家 包公又觸託一番 我娘娘如果入宮 望太夫多多照應 行了行了 還用大人吩咐嗎 我們交情要緊 好了好了 我還有點事 我走了 大人不必宴送 請留步請留步 包公還送到大門口 寧總管走了 包公又入去對夫人 講及賀秀的事 又叫夫人 立即去品報給娘娘之意 包公又吩咐包卿 立即去辦一份壽禮 明天 要包公親親自送去南清宮 不過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 包公也知道這件事 事關重大 所以守口如瓶 連宮宣賊 黃馬張召幾個 和范宗華都瞞著 第二天 包公辦好壽禮 無非是香燭燒酒壽土壽麵之類 包公也叫牙翼 擔著壽禮 自己騎著匹馬 一直就來到南清宮 今天是敵娘娘賀秀 可能人人都知道 在皇親國斥中 敵娘娘是最有威望的 個個都以為他是皇帝的親生母親 現在敵娘娘賀秀 來拜壽的人自然多得不得了 還沒有來到南清宮 街上已經人山人海 淡的淡 抬的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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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得水舌不通 包卿只好下馬 叫那些警戒 在等候 得到人少些 就逼得到皇府 門前依然人頭湧湧 一班來送禮的官員 個個手拿著名帖等候 那些送禮的官員 無非是來高攀皇族 巴結團貴 收禮的皇府官員 雖然是官勢 門口大 個個架子十足 愛理不理 包卿有些不抵得頸 唉 難怪我們老爺 不願意送禮來 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 一邊是逢迎拍馬 一邊是此世令人 官場內無非如此 唉 只是包公吩咐來送禮的 包卿只好忍氣吞聲 走上台街 來到一位皇府官員面前 在身上拿出禮貼 遞聲下氣地說 有老老爺 幫我進去稟布一聲 那個皇府官員 嘶這麼大的鼻子 用眼尾熟了一眼包氣 你是哪兒的 我是開豐虎的 剛剛說了開豐虎三個字 那個人百聲跳起來 開豐虎包大人那一套 正是正是 那個人一手就拉著包卿 唉呀兄弟 真是不好意思 失敬失敬 我們總管大人啊 這麼早就傳遇 要我們在此等候包大人的禮貼 請進裏面坐 請進裏面坐 跟著那個人就大聲喊 王府的差役 喂喂喂 你們還站著做什麼 快點把包大人的禮物抬入府 各位王府的官員 就帶著包卿進去書房 公公敬敬沖茶給包卿喝 跟包卿稱兄道底 嘿嘿嘿兄弟啊 我的王爺啊 這麼早就吩咐 包大人送你來 立即進去品報給他聽 嘿嘿兄弟啊 那你既然來了 那一陣子又不進店去拜見王爺呢 包卿就說 既然來了 那就麻煩老爺指引我去拜見王爺 嘿嘿嘿 你不要叫我做老爺啊 大家一場兄弟 喂喂喂 你叫我名字就行了 我叫王三 王三啊 我帶你幾歲 你叫我三哥 三哥就行了 嘿嘿嘿 我呢 很小時候就光偷了 那些人背後都叫我做光頭王 嘿嘿 你老兄如果不見怪 叫我花名叫我光頭王都行了 嘿嘿嘿 你先坐一會兒 我去品報王爺 說完隻雞的腳踢過去 包卿心中好笑 嘿嘿嘿 這個人是真是勢利眼的 只看他為人人好像幾爽直 過了一陣子 王三就出來對包卿說 王爺在銀安殿接見 包卿就跟著那個王三來到大殿 只見殿內正面擺了一張太師椅 坐著一位觸發金官網蒲玉帶的王爺 兩邊排著兩排太監在於事後 包卿連忙叩頭拜見 只聽了那位王爺說 你回去回覆你家老爺 替我問好 難得他這麼有心送這麼厚禮禮 第二朝中再見面 接著王爺又吩咐太監 回謝帖 想來人五十兩銀 包卿就快點叩頭謝恩 然後就跟著王三退出 剛剛離開銀安殿 就遇到寧總管 滿面笑容走過來 主管 你來見過王爺的 辛苦你了 多煩你回去 對包大人說聲 你說我已經奏上杜娘娘 明天請老太夫人來府 杜娘娘說 拜壽其事 想跟老夫人見見面 談家常 我還有些事失陪失陪 包卿一連幾句 不敢當不敢當 事情辦妥 包卿就要翻扯 那個王三十分客氣 一直送包卿送出大門口 包卿離開王府 一路上心想 我們包大人才買了二十兩銀的禮品 哈哈 王爺打賞我們 就打賞了五十兩銀 王家氣派 真是厲害呀 包卿回到開封府 立即見包公一一品報 包公就回到後院 叫夫人入佛堂 啟酒娘娘明天入南清宮的事 誰知那位李娘娘不肯去 奇了 喂 這麼難得的機會 怎麼不去呢 原來呢 李娘娘想起 自己是國務身份 是皇太后來的 那位迪娘娘呢 是南清宮八千歲夫人 那論身份 未有內 跟著皇太后的嘛 李娘娘 李娘娘 如果要見自己呢 要跪下叩頭行禮的嘛 哈 但是現在自己是無形包公的母親 那便反過來 見到迪娘娘呢 要對她叩頭行禮的嘛 敢起非上下不分 又失禮教 故此李娘娘就十分為難 李氏夫人 知道她的心事 就對她說 娘娘 不如暫時委曲一下 著一品夫人的服飾 做了南清宮 那位迪娘娘一定很客氣 不會受娘娘的拜禮的 那大家平身交談 如果有機緣 娘娘就將真情告訴她 她知道 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緣 望娘娘三思 各位李娘娘的心想 事到如今 也只好如此也是 李娘娘就答應了 包公知道娘娘肯入宮了 立刻就吩咐夫人 安排兩個伶俐的丫鬟 服侍李娘娘 又派出大批隨從護家 到第二天 一早 李氏夫人就叫丫鬟離開佛堂 她自己就幫娘娘 穿上一品夫人的衣服 那李娘娘本來是一國之尊 天下國武 現在要她換上一套一品夫人的朝服 要去迪娘娘去拜壽 自然覺得十分委屈 眼淚一滴一滴流下來 李氏夫人就一尾勸著她 娘娘 這次入南清宮 關乎國典禮法 娘娘要見機行事 千萬不要 人的個小節誤了大事 李娘娘就只好一邊流眼淚 一邊穿好衣服 那時辰就到了 要起行的了 李氏夫人就跪下扣了個頭 臣妾不敢怨送 在此拜別娘娘 各位李娘娘 現在要入南清宮 前途如何 吉凶未卜 見到李氏夫人對自己這麼好 一時忍不住就失聲痛哭 唉,愛家二十載尋冤 好在得你良夫婦熱心相救 如果這次皇天保佑 重入恭維 到時一定可報答你們 李氏夫人一邊哭一邊說 臣妾你當如此 娘娘保重啊 那時外面的大轎已經抬到門口了 夫人就請娘娘上轎 李娘娘上了轎 還有你依依不捨 揭開轎臉 說了一句 孩兒 為娘去啦 大轎就慢安抬出前院 包公就上前扶著轎桿 一直走得出開封府大門 李娘娘就忍著哭在裏面說了一句 孩兒你回入去了 不必怨送啊 包公只好停步 又見到個范中華 遠遠對著頂桿 叩頭行禮 包公心中歡喜 這個范中華 看不出的鄉下人 這麼有規矩 在大門外 包慶祖已經帶領著牙翼 跟著頂桿一直去到南清宮 南清宮今天又比昨日更不相同 昨日呢 是官員送禮賀仇 今天呢 都是皇親國戚 王妃、貴妃、殯妃 和高官大臣的夫人來拜仇 包兄就飛快兩步來到皇宮門口 見到個皇三在裏 包兄就上前喊了他 三老爺 我們老夫人到了 王三就快點進裏面稟布 一陣間 來了兩位皇府官員 對著外面等候入府那幫貴人說 夫人會面 其他國人暫請回避 包兄就馬上叫嬌夫抬嬌入宮 自然有宮中太監來接應 王三就請包兄去書房等候 今天一回生兩回熟 今天呢就更多事談了 今兒就說回李娘娘了 坐著頂轎 經過皇府大門 入到二門再入三門 然後來到二門落轎 早有寧總管來到轎前 捲開轎臉 向盧太夫引請安 李娘娘就應了一句 公公好 丫鬟就扶娘娘落轎 寧總管在前邊引路 一直就去到內宮 各位男青公的娘娘 日心要見包公的母親 早已在門口說等候 遠遠一見 大吃一驚 包公的母親 這麼面善 我何時見過呢 一下子就想不起是誰 李娘娘就來到殿前 剛好想行禮擠拜 滴娘娘快點雙手扶著 勉禮了 本來呢 按禮法 你除了當今皇帝和國母 哪個見到滴娘娘也要跪下行禮 為何這次叫勉禮呢 只因迪娘娘一来敬重包公为人 故事对包公的母亲就特别客气 二来呢 刚才刚刚见到包公母亲的样子这么熟 一时想不起谁心中有点乱 而且这位迪娘娘平日为人很和气 自家又在内宫又没外人 故事就讲了声勉励 那位李娘娘一听到勉励 亦无谦阳 那这一关总算过了 两位娘娘就手拉手一起坐下 李娘娘望着眼南清宫的迪娘娘 觉得她比以前老了很多 当然啦 岁月催人老 三下眼过了二十年了 各位南清宫的迪娘娘 亦都趁机看看李娘娘 刚才是来得远了 现在面对面 迪娘娘望两望 哎呀 几乎叫出声来 哎呀 这个不是玉神宫的李贵妃 这李贵妃 就已经被先皇次百灵带自尽死了 尸首都埋葬了 怎么会是她呢 而且她是包公的母亲 哎呀 天下间有这样的歧视呢 两个人洞哀西扯着倾闲计 李娘娘本来是玉神宫的贵妃 应该做皇后的嘛 公众礼节自然十分熟悉 故知谈兔自然 措持高雅 一身皇家气派 迪娘娘越谈越觉得奇怪 哎呀 尋上百姓人家 怎么会有这样的风度的呢 越谈 那位迪娘娘就越起疑心 干脆就留着她在那里住一晚 打探她什么来历才行 迪娘娘就对李娘娘说 难得老夫人来到 如果不嫌弃 就不如在宫中住宿几日 大家多多谈谈一下 李娘娘就对自己心水 当然就应成 迪娘娘就立刻吩咐太监传语 开封府 所有叫马人等 不必等候 娘娘留太夫人的南清宫住宿 开封府的跟班牙翼丫鬟 统统到外面领赏 那晚 迪娘娘就在南清宫 摆宴席 请包老夫人吃饭 喝了两杯酒 迪娘娘就称赞包公 忠正言良 又赞包老夫人 教旨又放 李娘娘就一味欠虚 说包公做事 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要请迪娘娘多多指点 两家正在说客气话 迪娘娘又问及老夫人的年岁 李娘娘就说已经四十二岁了 谁知忽然间 迪娘娘娘又问 林朗今年几岁呢 一句话 问到李娘娘娘 啞口无缘 面红意热 手足无躁 狼狈 万分 哎呀 这个是刚刚认回来的儿子 没有问过他几多岁 何况那个包公 那个样子 黑漆漆漆的 又留一些胡桑 看上去十分老成 又不知道包公做了几耐官 想靠撞也几难 迪娘娘 见到李娘娘这样 亦不便追问 借意举起酒杯喝酒 说完其他东西来 就散开 吃完晚饭 迪娘娘又带李娘娘到处走 迪娘娘这回就由心 留意 看真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见这位包老夫人 不但上茅声音 跟当年玉神公的李贵妃一模一样 而且言谈举止 也越看越似 迪娘娘就更加喜而心 天下间 哪有人连自己的儿子的年岁都说不出 刚才我一问到他 他就方寸大乱 他一定不是包公的母亲 知包公乃是一代忠臣 为什么会串通我这样的婦人入宫来欺骗我呢 想来想去 想不到个头睡 两个人谈了一阵闲闲 迪娘娘就请老夫人入睡房 吩咐丫鬟通退出 只剩下迪娘娘和李娘娘两个 这回迪娘娘就开门见山来问 老夫人 为什么你要骗我呢 包公分明不是你的儿子 为什么你们要以母子相迎呢 李娘娘一听到他这样问 当堂眼泪直流 哎 王姐啊 一跌二十年 难道你连哀家都不认得了 说完就失声痛哭 迪娘娘听到感觉大吃一击 哎 难道你就是欲神功的李娘娘 娘娘一尾顾着哭 哪里还说得出声啊 迪娘娘就圈着她 现在访钟并无爱人 有什么说话 你就尽管对我说 是啊 李娘娘就将二十年来 如何死累逃生 流落陈州 在破窑黑食 受尽煎熬 又怎么撞到包公的事 一一说出来 又说到今天来拜寿 就是想找王姐 来得吐露真情 以求得母子相见 那个迪娘娘听到 灯大双眼 整个定了都不会说话 过了一会儿才问 娘娘 那么 你身上还带有什么物证物呢 李娘娘就将我如是金丸 遞给迪娘娘娘 迪娘娘一看 立即相失下跪 沟头行礼 神似不知凤家光临 失宿无犯 乞太后娘娘输醉输醉 李娘娘就快扶她起身 王姐千奇别这么说啊 两个人坐下来 迪娘娘娘又将当年 刘桂妃和国怀 尼玛桓太子陷害李娘娘 后来求助和老太监陈林 将太子破去南清公抚养 迪娘娘娘将太子 就认为自己的亲生子的事 日五一十港出来 李娘娘才如梦初醒 以前呢 你日未责怪真宗皇帝无情 逼死自己 又怪的儿子仁宗皇帝 不应娘亲 现在才知道这么多爱情 李娘娘听完就更加伤心了 迪娘娘就再三劝着她 好久了 两个人就忍着提哭 商量今后怎么做 怎么将这件天大的冤案 告诉皇帝 让她母子重逢呢 这件事就几难办的嘛 现在呢 已经有位国母 就是仁秀公的刘太后 又来一位李娘娘是国母 那一国就不能有两个国母的 真真假假怎么分清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 上回讲到 李娘娘讲出往事 南清宫的迪娘娘 连忙拜见皇太后 两个人就商量 怎样将这件天大的冤情 讲给皇帝知 使得母子重逢呢 那时呢 李娘娘已经心乱如马 便想出什么办法呢 中了迪娘娘想了条鸡某 实行渣病 明天就叫宁总管 报给皇长知 他一定会亲自入宫探望的 那到时就可以吐露真情了 李娘娘也觉得这个办法妥善 那那时呢 已经很晚了 两位娘娘就各自安寻 哎呀 哪里睡得着的 娘娘都眼光光 一直到天亮 那天一早 帝娘娘就叫太监出去吩咐宁总管 即刻入宫拜见天子 说帝娘娘昨晚忽然得个急病十分沉重 寧总管就不知道头还是尾的 哎呀 帝娘娘好地地的 为什么忽然得个重病呢 既然娘娘吩咐 亦不敢怠慢 即刻入宫呢 怎知世事真的有这么巧的 这边 帝娘娘就装病 哈 那边仁寿公 那位国务刘太后 就真是得个病 微天光就派总管去报给皇帝听 皇帝呢 就直格去了仁寿公请安 那位劉太后呢 压抹着身淫 乱说一通 大声转骂 求知 你这个奴婢这么大胆啊 来骚扰我 皇帝来到他藏钱呢 他也不认得 皇帝就立刻吩咐 全御医来到医治 那皇帝看完太后 就离开仁寿公回到内宫 有多少南清宫 寧总管来到啟奏 那帝娘娘 昨晚急病 病情沉重 那仁寿公那位呢 南清宫这个呢 是自己亲生母亲来的嘛 皇帝就更加挂着帝娘娘 一听到这样 就直格去南清宫探望 他去南清宫 那绿合王呢 已经在门前等候了 皇帝就问你帝娘娘的病情 陆合王呢 陷陷糊糊糊 说昨晚得病 现在呢就好了些了 皇帝听到 稍为放心点 即刻吩咐 徐从人等 在外边等候 只是带个徐身 事后的老太监 陈林入到里面向娘娘请安 陆合王在前边引路 皇帝都和陈林入到内宫 只见静悄悄 直直无声 丫鬟工女都没过 只有狄娘娘一个人躺在床上 皇帝就快点上前请安 狄娘娘忽然坐在身问 陛下 我有件事想问一下陛下 为人子女者 对父母应该如何呢 皇帝就以为 狄娘娘怪自己探病来迟了 就快点答了 为人子者 自当孝顺父母 哎 既然做子女的应该孝顺父母 那有些人 居然不知道娘亲生死 甚至身为天子的 也不顾娘亲在外飘零受罪 陛下 你说 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置呢 那人中皇帝都莫名其妙 以为狄娘娘病重在乱说 心中焦虑 正好想召太医离 又听见狄娘娘说 有件大事 神妃正要啟咒陛下 就怕陛下不信 那人中皇帝 听到狄娘娘自称神妃 更加害怕 狄娘娘是自己母亲 怎么认得到神妃 皇帝就说 娘亲 怎么这么说 莫非孩儿做错了事 望娘亲谁睡 力量量 立即起床 在床头 拿了个黄色盒出来 里面 放着一个瘦了条龙的 外套裙 上面还有先皇 陈不舍的字 这个瘦裙是用来包太子用的 人中皇帝就拿来看 跟着迪娘娘 又将李娘娘那颗金丸 递给皇帝 皇帝一看 跟刘太后那颗金丸一模一样 只是上面刻着 玉神公离非 皇帝正觉得奇怪 谁知身边的老太监陈林 赌物相逞 尚弃当年的冤枉 已经悲伤难甘 泪流满面 皇帝就更加忘忘言 就追问由来 帝娘娘一边哭 一边将皇帝的身世讲出来 二十年前 玉神公李贵妃 和金华公刘贵妃 都各怀有身忌 贞宗天子 就曾经说过 哪个先生的男孩 就立为太子 后来 离贵妃就先生了男孩 谁知 刘贵妃就传统国怀 离猫换太子 要宫女扣主 蒲太子出去砍落河 扣主一片忠心 就不肯杀太子 张太子就交给太监总管陈南 陈南就盼死 大出公 送到南清宫 交给狄娘娘 狄娘娘就将太子 认造自己生的儿子 后来 到太子七岁那年 刘皇后生的儿子就病死了 真宗皇帝失下无疑 就将南清宫 狄娘娘的儿子 过计过来 接了皇位 谁知 太子千不该 万不该 在南宫见到李娘娘 一时感触 流下眼泪 就被刘皇后知道 就怕着走漏风声 他就先逼死寇主 然后疏摆皇上 诬告李娘娘 皇上就将李娘娘刺死 好在得冷宫的小太监 如宗 代李娘娘一死 后来又难得冷宫总管秦宫将娘娘顶替如宗 送出冷宫送回陈州 后来秦宫就被国怀放火烧死了 家中无主 李娘娘就流落破窑黑食 好在就得到包公在陈州放梁 在草桥和梁梁认做母子 带梁梁回京 昨日入宫 昨日入宫 后来秦宫才导出真情 仁宗皇帝听到狄娘娘这么说 早已忍不住 雷如雨 下下就追问 那 那朕的皇娘 现在在哪里呢 说话未讲远 只听见 屏风后面 避声切切 走出来一位 穿着一品官服的老夫人 狄娘娘连忙 上前附于 陛下 这位就是国母皇太后 皇帝那时 亦顾不得这么多皇室礼法 上室下跪在地下爬过去 抱着李娘娘 放声大哭 鞋而不孝 难为娘亲 母子两个抱头痛哭 狄娘娘 和六级王 还有个陈林 一起跪在地下 放声痛哭 皇帝母子哭了一轮 皇帝又起身 叩头多谢的两两 无死苦肉之恩 皇帝又拉着老太监 陈林相守 多愧你一片忠心相救 如果没有了你 就不然有今日 老太监陈林 已经说不出声 一边流眼泪一边 吹口 皇帝又叫大家平身 就对娘娘说 皇娘如此受苦 孩儿不孝枉为天子 既对不住皇娘 亦何以对满朝文母 更无面目对天下 说完一边流眼泪一边咬牙切切 要接娘娘入宫 要为娘娘报这个血海心手 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 那刘皇妃 谁就任险毒辣 知她是真宗皇帝的皇后 是当今国母 人仇宗公的皇太后 你虽然是皇帝 你也多难对付她 这件冤案 已经过了二十年 难道你现在拉皇太后出来审 那便变成皇帝审太后 于礼不合 皇帝就急得行来行去 李娘娘也觉得事情难办 忽然间他想 有办法 李娘娘就对皇帝说 皇儿 这次我们母子重会 全凭那个包学士 他为人终直 才智个人有胆有识 不如就将这件事 交给包学士来处置 他自有办法的 狄娘娘跟着说 哎呀 是呀是呀 现在宫中有当年那个同谋国怀在 不如就将国怀 交给包学士来处置 那便自然真相大白了 那位仁宗皇帝 那是个聪明之人 一听就说 好 朕即刻派国怀 去开封府宣读圣旨 将他交给包学士 跟着皇帝就安慰娘娘 请娘娘暂时屈嫁 在嫡娘娘南清宫住几天 等包学士 处置完国怀 立即接娘娘回宫 那又坐了阵 仁宗皇帝就次别娘娘 翻入内宫 一入到宫 立即亲笔写了一道圣旨 密密封号 派国怀来开封府宣读 那又怕着国怀起心 又派陈林陪同一起去 那个国怀 自从帮刘贵妃 尼玛桓太子 逼害李娘娘立了功 就升做太监总管都堂 二十年来享进名华夫归 现在就听到 皇上要派他全圣旨到开封府 还以为一定是皇上加封包工 他也想巴结一下包工 他就立即和陈林去开封府 那现在就说回包工 昨日就送李娘娘上脚入南清宫 就不知道见不见到狄娘娘 又不知道成败如何 包工十分担心 他就心哩哩哩 大厅就走来走去等候回音 过了没来 包兄就抬上空脚回来 说狄娘娘留路夫人 在南清宫住几天 包工听到这么说 心中放下一块大石 好了 只要李娘娘能够见到狄娘娘 这件事就十有七八难 包工就吩咐包兄 明天一早五更天就去朝房 打听他有什么动静 明天一早 包工就刚刚起身洗脸 包兄就回来报 说昨晚仁寿公刘太后病了 皇上一早去仁寿公 后面又听说南清宫敌娘娘亦病了 皇上又赶到南清宫请安 现在都还没回宫上朝 包工听完十分欢喜 哎呀 皇天保佑 一定是李娘娘已经对敌娘娘吐露真情 现在 母子在南清宫相聚了 包工就快点说给夫人听 夫妻两个十分欢喜 刚刚吃完早饭 突然间外面布 成子到 包工的连望换上朝服 是公堂摄子 那国怀呢 是总管都堂 当然是由他来读圣旨啦 入到公堂 包工就三夫万岁之后 国怀就解开密封 宣读圣旨 奉天成运皇帝赵若 今有太监郭 郭郭郭郭郭郭 读到这道声都震了 郭郭郭郭来郭去都郭不下去了 陈林一手接过圣旨 继继续宣读 那刚才国怀呢 你叫他读圣旨 就肯读不下气啦 圣旨就说他的啦 原来他都圣旨 就肯读 今有太监国怀 大逆不道 奸险独立 尼猫换太子 陷害娘娘 彭实忠良 郭郭女囚主 纵火焚烧冷宫 使丹心耿耿总监巡讽 藏身火海 警令堂堂国母 夜宰沉冤 受尽人间苦楚 若非耿耿终臣包学士 焉得有还诛返碧之旗 国怀罪恶涂天 逍遥法外 成熟国法不许 天理难用 尼当嫌审誓推 按律追究 已法重办 事关国典 任教开封府 炎家审讯 尚名音哉 望照謝恩 包公 厚夫万岁 起身接过圣子 大喝一声 那人 旁边就跳了个赵府 一手就去捉陈琳 嚇到包公整个跳起身 大胆 你还不快点退下 赵府整个恶言 哎呀都没见过包公 敢来骂自己的 当然了 陈琳乃是皇帝近身太监 一向忠心耿耿 皇帝的命都是他救回来的 你抓错人得了的 本来呢 包公做事一向谨慎 手下各师奇迹 训练有数的 喂 为什么会抓错人也有的 子恩姓子就来得突然 这件事又非同小可 忙中又错 加上赵府为人又妄妆 好在王朝马汉两个机领 几步上线 张国怀捉住一手 就打掉了他顶帽 跟着脱了他这套潮服 然后就握他跪在地上 包公就将圣子供奉在台上 跟着就摆多一张椅子在旁边 请陈琳坐 即刻开堂審国怀 国怀 你当初 怎样献计陷害李娘娘 又怎样用尼猫换太子 你从实招来 大人 你怎么这么说 当初李贵妃生了妖孽 先王发生 亲不下子 将李贵妃贬入冷宫 这件事就很清楚 怎么会有尼猫换太子的事呢 陈琳在旁边听到国怀这么说就出声 国怀你还在抵赖 我问你既然你没有谋害太子 为何你吩咐寇主抱出太子 用腰带勒死掉到金水桥下呢 我国怀一向看不起陈琳 见陈琳居然是顶正自己 国怀呢 就平时恶惯的嘛 一闹大双眼就蹬着陈琳 陈总官 你居然含血喷人 喂喂 我和你都在宫中那么久的嘛 刘太后的疲性你不是不知道的 太后知道你想害我啊 看你担当不起咧 报共见到国怀现在还那么囂张 冷笑一识 国怀 你想拿刘太后来欺压本国嘛 好 你不提刘太后还好 既然看到刘太后 本国就要教训一下你 人去 拉出去重打二十大板 匹匹啪啪啪啪啪啪啪 打到国怀皮开肉裂衣衙衙笨手 一尾大声一声 哎哟哟哟哟 嘿嘿 这个老大监 二十年来新居高位 享贯福的嘛 想不到突然捱餐打啊 打完二十大板 已经剩下半条人命 哟哟哟声一尾首大气 包公就问 国怀 你还不招弓更呆何耻 难道再要领受本国的刑法啊 怎知 那国怀呢 都此时此地 明知事关重大 说出来是必死无疑的 他亦把心一横 不丹不认 不如顶一转头 那当日之事 是贵妃出了妖孽自焦罪过的 和我国怀有什么相关的啊 你他无端白痴拉我来行刑 他打死我都没口说啊 包公又问 国怀 你想推得一干二净 我问你 既然你说你与此事无关 为何要杀人灭口 将裘朱打死 啊 裘朱这件事 是因为他自己顶撞太后 太后将他处死的啊 那怎能担得我的啊 旁边坐着的陈林又不忍一颈 郭怀 你还要抵賴 当初审闻裘朱 是你传通太后 日未要罪闻裘朱 将太子谱出来之后 怎处置的 裘朱死口不肯说出真情 你还逼我 要我拿皮鞭来鞭打裘朱的 郭怀一听就瞄起他嘴 啊 啊 陳林 你不打字招了你 哈哈 你执掌刑法的 啊 这件事就更清楚了 分明是你下毒手 便打扣朱 扣朱忍受不住 壮处身亡 殺人兇手 原来是你陳林 既然是你行刑的了 你今天还想说 我逼死扣朱 陳林是个老实人啊 当年就确是刘贵妃串通郭怀 逼着陳林来打扣朱 想陳林手远露出破绽的嘛 现在的郭怀去头去尾 扣着这点来说陳林行刑 那陳林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起 日未到他咬牙切齿都说不出声 暴共见到郭怀路奸巨滑 也有点火起了 一拍京堂木 郭怀 你在本郭面前淡敢含血喷饮 你再不招认 本郭将你拉开了两绝 来来 落影 牙翼一声呼喊 将郭怀左右手奔开 用绳绑着 向着两边来扯 牙翼一用力 郭怀就躺着一声喊 拉了一阵 报公就问 郭怀 你到底招也不招 郭怀那阵呢 已经好像在精龙那里撈出来 整身湿头 面都好像猪肝那样色 哈 知道他还是死牛一变颈 我 我 我没有东西招工 我招不议你 劏了我 都是这样说的 这回就真的难道包公了 郭怀已经是上年纪之人了 不耐得用刑 再没得多没 就连命都没了 如果他一死 那就死无堆精 这件案就更加难办 他现在就环顾到底 不弹不招 反而绝绝逼人 那怎么好呢 包公就吩咐 先将郭怀带回監仓 派人严加看守 然后就叫陈林 回去报给皇帝听 那灵想办法再来开审 那陈林走了 包公退堂回到后院 心中烦恼 用什么办法来对待这个老奸巨画之人好呢 国怀奸险狡猾 包公精明能干 于是就引出一出 包公审国怀的好戏出来了 欲知后思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 上一回说到 国怀不但不认罪 而且巨巨顶回头 这个国怀 非是尋常之辈 不单止他为人奸险狡猾 九经世古 而且他在皇宫做了几十年 身居高位 做到总管都堂 什么达官贵人都来求他的 他是见过大世面的嘛 何况刘太后做后台 他这么容易输给你包公吗 加上他现在已经把心一挽 所以打他也不怕 吓他也不怕 哄他也不听 这回就难到那位博学多才 正通审案的龙徒国大学士包公 包公快到入书房 度来度去 半夜都没睡着 忽然想 咦 又办法了 立即就叫公孙策入来 吩咐他如此如此 借搬借搬 一年过了三日 一天 包公都没有开堂審国怀 那国怀呢 熬了两只影 一身伤痛就在监仓那里 吃也吃不下 睡也不睡得 一夜在那里想 我来这里已经三日了 为什麽 为什麽刘太后还没来救我呢 又想到 太后那天病了 怕不知道我来开封府 如果他知道 他一定会来搭救 刘太后 刘太后都怕这件事会穿布 只要太后出一句声 你这个死包黑 我看你奈我何 没有 郭怀越想越死 那条心 黄祖那些正人都死了 扣珠和摘生婆 游士都死了 那没有人来对证 只要我不认 我看你包黑有什麽办法 打狗亦要看主人脸 難道你敢杀了我 知郭怀 你眼睛想起都想不到 皇帝怎麽忽然会追问 在二十年前的事 到第四日下酒 又监出就来叫 大老爷升堂 有请郭总管 郭怀一听就心惊胆跳 哎呀又要受刑 两个牙翼拖着郭怀上公堂 一进去 只见公堂上摆上一个大火盆 炭火烧到火焰成三尺高 火盆上面插着几支铁条 郭怀的心就啵啵跳 又落什麽形呢 刚刚跪下就听到爆公问 郭怀 你了三日你想 你想清楚未 当初你是怎样设计 陷害李娘娘 用什麽办法换走太子的 你老实招来 面受皮肉之苦 郭怀这几日早已想定 怎麽对付包公 他就说大人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叫我怎麽招公 如果真的像大人那麽说法 有人谋害李娘娘 怎麽怎麽说成二十年都未听人说过 何方刘太后还健在 大人 你问一问刘太后就清楚了 何必一你折磨我 你就算打死我 你也问不到什麽 包公冷笑一声 郭怀 你想死 怕不是死得那麽容易 人来 落营 四个瓦翼 一涌上前 两个脱了郭怀衣 两个就禁着她的头 接着一个瓦翼就拿起 蕭红那支铁条 在郭怀面前仰了几下 郭怀想着这一回 就不死也只有个残废 未曾落营 是已经云白都没了 接着那支铁条 就押在背脊上 哇 痛他入心 押得多押呢 郭怀就暈了 包公就吩咐 押回监仓看馆 其实那盆碳火虽然烧得猛 那些铁条也烧到红头 只是用来吓他 包公早就吩咐 只是轻轻押他 伤及皮肉 不要伤及他的筋骨 所以在背脊上押了几下 一你得的痛子 不会死人的 郭怀就回到监仓 一你一身飲 看到监桌 捧着面盘走过来 满面笑容 细细声对郭怀说 小人是新来这里的 小人素来都知道 总管大人在宫中最受太后重用 小人在开封府做了十几年牙役 长年受喜 但望总管大人离开这里之后 能够提攜小人 那便感恩不淺了 郭怀就这监桌 年纪若莫三十岁 楊子山很省口老实又满面笑容 那便想着现在落难 有个人照应下也好 郭怀就说 那你放心 你能够帮到我 唉 我出头之日 一定会重重报答你的 多谢总管大人 小人有家传的解痛药 塗在伤口很快就好了 大人试试 郭怀一定痛得入心 什么药都试的了 那监桌就用药帮他洗伤口 啊 果然是立刻止痛舒服得多 接着监桌又说 我家里还有些家传的 定神止痛药丸 一陈我来给大人试试 一试试 一试试就可以保气安神 郭怀听到他这样说 心中就欢喜 好好好 那就多烦了你了 过了一会儿 那监桌就拿了一壶黄酒 一粒药丸来 郭怀是多少 刚才洗伤口的药水这么健康呢 拿去药丸 就用黄酒来送 吃了一粒药丸 喝了一口酒 啊 真是认真见功 当堂心安神鼎 再喝几口黄酒 哇 酒味香醇入口 一年就喝了几杯 越喝就越舒服 望着眼角监桌呢 他公公敬敬站在旁边 郭怀的心想 这个人真是想讨好我 郭怀就乘机打听 你最近 有没有听到朝中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没有啊 没什么啊 大人 就听说太后身体欠安 有个什么金华宫的宫女 扣诸作怪 吓死太后啊 蛤 扣诸作怪啊 是 不过又听说 皇上已经派如衣细心医治 太后好回了 现在皇上每天去仁寿宫请安啊 郭怀听到这么说 光堂整个定了 太后病好回了 皇上要每天去向太后请安 只要留太后在这里 谁敢杀我郭怀啊 不用一两天 太后一定会传指你 救回我回去的啦 郭怀一开心 又连饮几杯 那这几日呢 郭怀受过几次刑 又没吃过东西 空肚喝了十几杯空心酒 一下子就觉得眼前天船地转 蒙蒙隆隆 整个人摇摇闹 飘飘荡荡 那监桌呢 就收回好酒壺 酒杯 说了一句 大人 你休息一下啦 小人走啦 监窗就剩下郭怀一个人 只觉到心乱如麻 甚不由己 又将到三更鼓响 发现一阵冷风吹过来 郭怀就打得冷震 只见灼光摇曳忽明忽灭 窗外风声呼呼 事业吹到啥啥响 忍忍若若 见到窗口有人走过来 嚇到窗口 看不清楚是人还是鬼 郭怀就害怕了 想叫监出来 哎呀 只见客到说不出声 他眉上窗口不敢看 又震到窗口外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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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哭 声音柔软而近 十分凄瘡 郭怀就怕到整身震 又听到脚步声滴滴答答 一直走到自己身边 郭怀抬头一望 哎呀 一个女人披头散发满面 鲜血站在面前 郭怀突然想起 刚才监出说 刘太后被宫女扣主嚇病 難道现在扣主鬼魂来找我 郭怀怕了 整个跪下 我不敢了 不敢了 不敢了 你放过我 只听了个女鬼说 郭怀 你不必害怕 我乃是金华宫女扣主 我特意来找总管对政啊 昨晚 炎王在心罗殿要太后和我对政 太后说当年之事都是总管的主意 故此炎王放回太后还阳回宫 炎王已经查明 太后和总管还有十年扬寿 至于我就不能再等十年的嘛 故此来求总管去对政 只要查清楚当年的事 我就可以得到超生 总管就留在阳世再过十年 总管你切勿推堂要和我去对政啊 国怀都已经嚇到毛骨悚然 哪敢望人一踏下头说 求公人 真是对你不住了 哦 当初我和佑婆定妓 用剝皮狐狸换了太子来陷害李贵妃 哎 搞到你含冤而死 炎王爷诗恩还被我留在阳世十年 那我如果出狱之后 一定请高僧打齋超渡你 只听了个女鬼一边哭一边说 郭刀堂 你不用打齋超渡我了 一会儿去到心罗殿堅炎王爷 只要你将当初的事说清楚 我就得到超生 如果你还隐瞒 那我就只要留在阳间当冤鬼 我冤魂不息 我怎么都不放过你 刚刚说到这里 又真的都时时杀杀跳了两个小鬼出来 青面了牙 一个就拿着欧云索 一个就托着个追命牌 出来用绳一枯就枯着国怀条颈 炎罗天子声典 即召国怀生云 去同冤死扣朱对正 说完就拉着国怀走 国怀那时已经脚都远了 云拍都没了 云头转向 放放放护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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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 Pat dejar了十וך重 Know 陰濕濕冷氣逼人寒風入骨 睡不出東南西北,看不見前後左右 只聽得一聲羅響 跟著兩邊呼喊,跪下 郭畫得整個趴在地上,又聽得到喊 嚴皇天子上殿 郭槐怕得連呼氣都不會呼 真是來到陰間地府 又聽得一聲呼喊,郭槐聽審 郭槐,你和劉貴妃所作所為 做意一清二楚寫入冊席,你應將你打入十八層地獄 知你命大,楊壽未盡,故此望開一面 准你返回楊西十年 知有一案未了,你必須交代清楚 求諸冤魂邀求超生 地府不便收留這個遊蕩女鬼 你必須將當初之事講清楚 不得嫁罪於人 敢求諸可以超生 你亦可以留在楊西十年 時到如今 不得隱瞞 郭槐聽到自己還有十年 只要公出真情 女鬼寇珠可以超生 這樣便不會再來騷擾自己 郭槐就將當初 如何和劉貴妃定計 前同的接生婆游士 用剝皮的狐狸換走太子來害李貴妃 又如何逼死宮女寇珠 劉貴妃又如何告慾狀 疏擺皇上殺李貴妃 以致放火燒冷宮 燒死的死對頭秦鳳 日日公認出來 然後劃壓打手指帽 剛朝公園 突然燈光火燒 燭光火把 招到如同白酒 郭槐抬頭一望 前面坐著的不思必日 正說龍途國大學士包公 兩邊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 和一幫牙翼 連同剛才的女鬼扣朱翼 站在這裏 這個女鬼是包公 吩咐公宣賊找人來扮的 公宣賊還親自教了她三日 所以才扮得這麼像 嚇到郭槐套出真情 郭槐現在才知道她上了當 自經辭了 什麼都說出來 紀錄載案劃壓打手指毛 上退都退不掉了 再狡猾的郭槐 這回也只好低頭認罪 包公將郭槐押回監倉 派人看守雨 千萬別被他自殺 將來包公上朝 將郭槐的公辭呈給皇帝 皇帝立即散朝回宮 一直去到仁壽宮 那時候 那時候 劉太后已經病到懵懵懵懵懵 在那無手動腳亂說不通 見到仁宗皇帝來到面前 她忽然醒了 她說了一句 郭槐奈是先王的老臣 望皇兒不要難理她 仁宗皇帝一句話都不說 將郭槐的公辭一劈 就劈在皇太后面前 那個太后拿來一看 白紙黑字 將當年的醜事一一裂出來 條條都是韜天大罪來的 劉太后就驚 當堂就談啃頸 救病之人就不耐嚇的嘛 即時就一命烏夫了 仁宗皇帝就吩咐 將他抬入編殿 按王妃之禮埋葬了事 接著皇帝就傳子打掃仁壽宮 翌日早朝 皇帝就召包公上殿 說劉太后已經畏罪京方而死 要包公代寫召書報告天下 要黎民百姓文武百官知道 國母王太后是姓李 就不是姓劉的 接著皇帝就叫陰天監 選了個吉日 沐浴更衣敗祭宗廟 然後就帶領滿朝文武 趁至南清宮迎接李娘娘回仁壽宮 李娘娘就帶上南清宮為敵娘娘一起入宮 以後呢 她倆依然以姊妹之禮相見 那這位受盡折磨的李娘娘 現在做皇太后 自然十分感激包公 所以一入宮就傳子 趙龍途國大學士包請的夫人李氏入宮 從家上廠 皇帝迎接太后回宮以後 立即就傳子 將國懷處死 摺生婆尤氏已經死了 趙麗劃官邊屍 又傳子 在仁壽宮壽山福地的地面 建兩間祠堂 左邊一間呢 是供奉叩朱的 就叫做忠烈祠 右邊一間呢 就供奉秦奉和如宗 叫做商議祠 皇帝還親自去燒香祭祀 那時呢 朝廷的皇承相 因為年路替衰 就請求告路歸田 皇帝就念他乃是由宮之臣 就賞賜大批田地給他 又准他長領奉祿 讓他榮歸故里 承相的位決了 皇帝就將包公加封為承相 仍然兼職開封府 包公又啟奏 說公宣賊和四位勇士 參贊有功 仁宗皇帝就封公宣賊為主寶 皇朝、馬漢、張龍、趙虎 四個就封叫陸品教衛 仍然留在開封府任職 由家封那位忠心的老太監陳林 做總管都堂 將陳舟破搖 改為廟宇 賜白銀千兩 向火地一千畝 叫范宗華做成信郎兼任廟官 主持春秋二祭 這位包公升了做成相了 他每日主持朝中大事 依然是不威權貴 執法如山 每天都秉公處置 朝中民武 每個都欣賠他 皇帝也十分信任包公 所以那些奸臣 對包公恨之入骨 之無可外可 又被咬牙切齒 又開日 包公上朝以後 回開封府 忽然想到 現在朝廷正在用人之際 那位南俠展昭 身手非凡 不如請他來開封府 都可以做一番大事 包公立刻寫了封信 叫包兄準備一份後禮 另外準備五百兩白銀 買一個能幹的差役 去常州府武進院 御潔村去聘請南俠展昭 順便帶風家書回家鄉 向父兄懲案 包兄就剛剛派人起程去了 只見夕班頭目上前稟 啟稟相爺外面有男女異人 口稱冤枉前來申訴 包公就吩咐激鼓聲堂 只見一男一女 年紀都五十幾歲 包公吩咐 將男人帶出去先審問的女 那個女人上前跪下說 小人姓楊 丈夫姓黃的已經去世很久了 有兩個女兒 大女兒叫金香 小女兒叫玉香 原先將小女玉香 許配給趙國盛的兒子為妻 昨日趙家來認取 誰知花繳抬走以後 我大女兒就不見了 我到處去找都蹤影全無 大老爺啊 我是個寡母婆 下半生日靠這兩個女兒 想找兩個女婿也有半子之奴可以依靠 大女兒不見了我當然是傷心啊 誰知我趁家趙國盛來找我 她說接回趙家的 是我大女兒來的 她要退回來 大老爺 變成我兩個女兒都嫁給趙家 她現在還說要退回大女兒回來 花繳都進了趙家門的了 怎麼退回來的 大老爺你要幫小人作主啊 報告聽完就問 你家裡 平日有什麼親朋戚友來往的呢 大老爺 小人是孤苦伶仃 平日連街坊都沒有來往的 哪裏有什麼親朋戚友啊 那老爺婆說完就哭了上來 包公心想 唉這些小事 怎麼會告到來我這裏呢 既然已經告到來了 不妨審完他就在了 包公就吩咐 大陽氏出去 傳召國聖上堂 哈哈 你別看這件小事啊 這件案一審下去 搞到開封府天返地複 引出這件大案來 欲知後事如何呢 且待下回分解了 這裡 大陽氏